学IT 拿高薪就来千方教育 高品质全程面秀教学 零元入学 两周免费试听 好 这块没问题啊 我们把这个详细跳转过来来测试一下 跳转详细中的话 咱们用的这个方法的话呢 咱们来看一下 在Nob Plane中 一点击每一个列表 咱们是调用的这个方法 把实的ID传过来了 咱们利用的是Router.Push 这样一个方法 做了一个详细页面的一个跳转 咱们为什么能跳转过来呢 ID永远不一样 是因为咱们在Router.js中 设置好了Detail这个组件 它是一个动态路由的一个配置 它能够成功的加载进来 就是能够来到Detail.voe这个组件来 并且能够获得到这个ID 获得到这个ID的下一步就是 你如何根据这个ID取数据吗 说在这个话 还是早生常常谈的一个问题吧 什么获取数据 咱们来获取 如果咱们有后端的话 一定是有相应的一个接口的 然后咱确认好这个接口 然后咱们来找这个接口 现在没有嘛 咱们只能自己来找了啊 重新来刷一下词这个页面 哎 点错了 查一查这块 咱们能顾虑到一个这样一个接口 这个接口的返回值的话呢 应该就是关于这一条狗的使命的所有的详细信息都有 你看 不管是剧情喜剧家庭对不对 都有啊 还有这个导演是谁 对吧 好多的性价 包括眼值人员 眼值人员的照片 眼值人员是谁 每个眼值人员的照片 头像什么都有 所有的这里面 还有下面这一块是巨帐 巨帐 巨帐 这些人的巨帐 都有 对不对 所有的东西呢 都有的 能拿到这些数据 那你要做的事 是根据这个接口来取出数据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接口啊 给复制出来了 来到我们这个想象页面中的话 通过Angsus点 哎 还得配置那个啊 还有点 要不拿回这个数据了 同样的UR在这里 地址在这 我们的这个Headers 我还得复制 一个东西过来 咱们看一下 有些人觉得 是不是每次都一样 其实你会发现 这个数据是一样的 下面这个数据 每次是不一样的啊 上面那个X 在那的Infer 每次 在每个介绍中复制的 都差不多 都是这个数据 不一样的是在下面这块 但是你要这块 你不写的话 那是不行的 我说你可以把X 再封装一下 你固定的传上这样一个值 那这样就行了呗 对不对 OK我们给它 这样去 单引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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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在这 再就是点 正拿到这个群 回来这个数据 咱们再弹印一下 还是RES.J的 看看能不能拿到 这个详情信息啊 来保存之后 来看一下 我们应该是最后 这一个了 哎 再刷 我们没点进去啊 关了 点进之后 对吧 来看一下 这个详情信息 真的拿到了 对吧 就是这一个 然后在这 你要退出去的话 你再点下一个 大家会发现啊 他拿到了 还是这一个信息 你得知道 因为你复制出来了 或者你到时候找的 那个接口的话 就是这唯一的这个 一条狗的使命 这样一个接口 当然打入 一些详情页面的信息的话 都是这个 在这 大家看一下这个 接口的一个特点啊 你以为在这一块 光靠前端传过来 一个ID就完事了 那你不给后端传 后端知道 你要请出 哪个页面的详情信息吗 对不对 所以在这 大家会发现 他这个接口啊 这个后端 他写这个接口啊 还有特点 让前端在调用的时候呢 需要把这个ID给传回去 他才会给你返回 该详情 该ID对应的详情信息 你不传 他知道该加在谁的详情信息了 他都做不到 咱们 那就是 或许ID是为了干嘛 不是在此时此刻来用上吗 对不对 让不就没用了啊 在这 改成咱们的 伏块模板的权码 给它换一下 把这块给它放上去 那这样 咱们至少实现了什么呀 我到后端 几会给我写好了之后 我作为前端 在做这个详情页面的时候 我能够按照前一个页面中 传过来这个ID 把这个ID的话呢 放在我请求的这个地址中 后端会根据这个ID 给我传来详细信息 至少这块你的数据拿到 是没有问题 剩下这不具页面了 咱们在这看一下 成功了吗 对吧 咱们在这回来 回来点击 从这开始啊 重新刷新一遍 诶 这数据出问题了 这是卡住了吗 啊 哇 判定了 对不对 我们现在这个数据有问题 那这个原网站的数据有问题吗 诶 怎么没问题啊 诶 诶 诶 我也没问题了 你们没网啊 刚才可能就一阵是吧 OK了 咱们来测试一下 点击这个之后 大家看一下 这个数据是 应该还是一条狗的使命 没有信息 咱们没有问题啊 点第二个对吧 还是这个吗 你撑了 因为你每次呀 你不就带着ID来传的吗 所以咱们一直在说 列表到详情页面的话呢 前端和后端再配合 前端需要带着ID 告诉后端说 我要什么数据 后端得接收这个ID 去他的数据库中 去读出这段数据的 如果将来在 真正的后端开发中 你的后端会告诉你说 哎 你呀 在这块用的时候呢 你去朝这个地方发请求 但是你也传的时候呢 你要通往get的方式 给我传一个ID 这个字段必须叫负要买ID 你想想 要起成A的话呢 你的后端当时取 还是取负要买ID 都取不到 你不能瞎传这段 咱们在这只要把咱们 真实的这个ID的话 放在这个位置上 就传给了后端 拿到数据了 我还不会顾举页面吗 同样的在这里的话呢 我们这个页面的话 也可以继续 再来写了 对不对 在这里 我们 对于同学老是在那写数据呀 我发现了啊 每次都会定一个数据 你看下这段数据呀 它返回来其实是一个对象 也是当前详程页面来说的话呢 就是当前的一个 这个大对象 信息就够了 你不是一个数据的 怎么还非要用大位服 或者初始值 是一个数据呢 我认为在这块 既然是将来要复制成对象 我可以一开始 先试制成一个空 那这样的话呢 等我数据回来了之后的话呢 我可以在这里的话呢 把这个对象 再复制上去 这一次 点firm infer is.data.data.firm 你看下语言 复制is.data 打印出这个对象 再点data.firm 打印出这个对象 现在你把这个对象 复制给了我这个 firm infer了 而且这里面 咱们先不着急 显示其他的东西 先显示一个名字 看一下能显示出来吗 就点内幕 阿拉丁 还有什么什么的 看一下能成功吗 在这里 雷特耀宗 给它删定了 换成咱们这样一个 非要么 infer点内幕 保存之后 点开一下 成功了 是成功了吗 回来 咱们 重新点一下 一条狗的使命 成功了 要报错了 为什么 它就是词异啊 内幕不能是空 成功了 翻译翻译 翻译 翻译 对吧 对吧 你看这块的话 评论出大家的这个英语的这个造诣来了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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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分不齐 马上就要成功了 他就说呀 不能在闹上面读这个属性内幕 什么时候回报这个困难呢 我给你看一下 比如说定义这个A等于一个闹 空的 闹 然后在这儿防了一个A点内幕 不能读一个属 不能在闹上面读这个属性内幕 就不就这样吗 看这两个错误一不一样 来 看这个错误 跟这个错误一不一样 这个英语啊 对不对 当然英语这块的话 慢慢练一念 对不对 因为咱们 好多这种这个编译器的话 报这种错误 你就想这东西 诶 能报名书 报出中文错误了吗 我不能读这个属性 你才干嘛呢 对不对 他不懂得下来呀 对不对啊 啊 就在这儿对 安装一个有道词典啊 啊 平时的话都去翻译翻译它 你就看一下啊 就在这块大响 诶 不对啊 为什么会报这个错误呢 你看看 你能不能理解 为什么会报这个错误 对 大家可以想一下 你看 是不是一开始 第一次执行的时候 这儿代码会不会执行 或者你问 你认为 这块先执行 先渲染 还是数据先回来呢 肯定先渲染 好 我现在问你了 处置直升道 所以第一次渲染会怎么样呀 就会报这个错 然后你的数据 半年之后回来了 对不对 啊 老大不相识 啊 半年之后数据回来了 回来之后的话呢 对吧 你再给 Felm Infer Felm 那些有值的 再显示出来了 但是错误就报出去了 这是VUE 这是良性 React的话呢 就过不去这个坎了 第一次出错了之后 这个坎过不去 对不对 也就是你数据再回来的话 回来我也不要了 当你失去我的时候 就干什么呢 对不对 所以VUE这块 还算比较良心一点 对不对 至少还能救回来 对不对 你只要数据回来的话 我还是可以给你机会的 能显示出来 但是如来这块 你只要第一次投手 就会困难 那在这怎么办呢 大家可以想象 这样一个方法 就是我们就能够 我们有没有一种方式 说等数据回来之后 再让它开始渲染这块 你有没有一种能力 能做到这块呢 一开始不渲染 直到数据回来了 才渲染 或者给你翻译一下 一开始不创建 等数据回来 才创建这个节点 怎么写 我刚一复的条件 怎么写 我成功了 你说呢 为什么成功了呢 一开始 初始真是几呀 这个闹 未干一复是真是假呀 假嘛 所以就不会创建 等到你的数据 回来之后 这是一个对象了 这样的话 就是真了 自然就会选了 那咱们测试一下 好用吗 把这个烙子给清了 从前开始 我们现在 重新刷新一下 这个手艺 要点击 没有报错 而且数据没有问题 点击 没有报错 数据没有问题 只要选一个 对不对 那一定是成功的 对不对 这样就对了 这样就对了 所以说你成功地 解决了一个问题了 对吧 所以要把图片显示一下 对吧 咱们在这块 重点是做做 这些东西都好好说 这两个轮波 这就是俩轮波 当然有东西说 这一块我提写也行 不就是 这个滑一下 能不能动一下 这也能做 当然你也可以用 咱们这个轮波 也就能实现 都没问题的 都可以 好吧 OK 咱们来把图片 还有这个标题 都渲染出来 剩下这块是重点 什么免之人缘 还有最边这一块 就得写一下 好了 来试一下吧 我们所有的渲染 都要放在这里面来做 不管是你的 这个什么 RMG标签 SRC等于 对吧 还有你的这个 什么这个标题 还有下面任何的句子吧 当然都是在这 全部需要 放在这里面来写 要不然不好用 要不然你提前创建 那就不一 那么我们在这 冒号 SRC等于这个 应该是 Felma Infer 里面 还是有一个post 同样这样图片 不能太大了 之后 完事 那接下来 至少这块显示 是没有问题的 对吧 包括 我这个图片 应该没有 没有出问题吧 是吧 是显示这个大小的 本来就这么大小 那么我换个RU了 所以在这是 没有时针的 OK了 那下面这个轮波 这块怎么去做呢 对吧 也就是说我们在 这块的话 还有这个轮波 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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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得看一下 你的SWIFER 能够帮上什么忙了 对吧 你可以去找一下 我的这个SWIFER 这块 有哪个可以帮我们 来实现这样的效果呀 有没有这种东西呀 有吧 有这种的 这个是固定的几个的 就这个也行 这个也行 还有这种的 对吧 宽根不固定的 这种的都行的 宽根不固定的 这种的 随便这种的都可以 随便宽 随便高的这种的 都随便 对不对 这种的都行 这些全可以 这个 这个也行 是吧 FreeStyle的这种方式 所以在这的话 你随便选一种 大家有同时说 这确实是FreeStyle FreeStyle模式吗 对不对 这种的话 更流畅一点 大家可能感觉出来 这个 真很流畅 但是它这个 是有一个限制 就必须 每天固定的显示机的 你要说 我不是每天固定的显示机 我可以随便显示 放到哪放到哪 都可以 随便这种的话 那这样 选这个都行 下面这些都可以 随便显示 它不是固定显示几个的 那你选哪个 你就随便 下面这些都可以 是吧 每一个都行 你也显示多个 对吧 多个到底是几个呢 这个也可以去设置 好吧 所以在这 随便找一个 还是跟之前一样的 点开之后的话 在这里来显示 这样的话呢 对吧 右键查看圆码 它是怎么做的呢 其实加了一个什么呢 加了几个字段 一页显示 perview显示几个 那就加一个 free mode 等于处 就加了这个东西 其他它就没加了 那就完事了 它就做了这一样 所以做了这点 所以在这 咱们可以给它 复制出来 一块来用一下 这个效果 然后在这 这就是分析一下 在这一块的话 咱们封装 这个这一块的话呢 对吧 这这两个的话 封装一个就行了 咱们故意增加一下 难度呗 咱们就必须是 这一块的话 跟这个 它们俩是不一样的 因为这个罪状 可能更宽一点 我可能让它 一页显示三个 这个的话更窄一点 我可能让它 一页显示四个 你让你这个 死丸块的话呢 能够支持这个什么呀 这个传餐 控制你的 死外份的一个行为 你别人 封装完了之后 都一样的 因为我现在 我这样的 在我代码中 应该写死成三个 整个里面 只能渲染说三个来了 我可以想 怎么渲染就怎么渲染 咱们可以来提供 一下我们的这个难度 对吧 同样的 在Datial页面中 我需要创建 给Datial 专门使用的一个轮波 当然这个Datial中 两个轮波 都是可以服用的 所以在这块 我写一个 Datial 好 在Datial组件中的话 我们新建 一个文件 咱们给它 请问叫Datial 这个Swiper.voe 这样一个文件 咱们可以把这个文件 给它复制过来 其实挺像的 你也可以把这个文件的话 再提出来 相当于改造成一个手页 和你的这个详情页面 都可以附用的一个轮波 全都可以 都没问题 都很齐了 好了 放在这 这是我们的详情页面 这个轮波 咱们得 稍微改造一下 注意在这块 你同学 在这块 写了这个 也叫科文 当时在New的时候 会发现 你会影响 你的手页的轮波 因为你写的 同样的两个名字 都是叫科文 最终随到页面上 都会有这个 class名叫科文 就要给它换一下 换一下 咱们再给它换一下 这是咱们手页的这个 叫detail的 这个class名 那么New的时候 就New detail 那个就是Felm的那一个 New的是detail New的是Felm那一个 OK了 这样的话 我最基本的盗目结构 是这一堆 然后的话 我出手画的代码的话 是这些东西 但是我为了能够显示图一页 或者实现这个 FreeStyle模式的话 我应该在这块 照着它来复制下 这三句话 这三句话的话 意思是什么呀 我是一页显示 对吧 把这个给注视的 这个就不用了 它不是一个轮 可以循环的一个轮膜方式 一页显示三个 它们之间的空隙 有30PS空隙 FreeMode是一种Tro 就是自由滑动模式 你可以自由随便换 但这样来说的话 我这个就算是创建完了 非常简单的一个 Style模式 只是New的时候 初有话 这个多了几个 属性而已 你会发现 整个的Style模式的效果 是完全不一样的 咱们在这 再测试一下 我在这再引用一下 是吗 Data 咱引用一下 Data Style模式 所以我可以导入一下 我这个孩子组件 导入 Import 对吧 导入我们这个叫做 Data Style模式 我们的表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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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ta 插件墙下的这个 Data St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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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存之后 把它注册成你自己的组件 所以在这还是需要用我们的 Components 是 Mont 对吧 Data St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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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在你的页面中 那放在这呗 放在这 对吧 放在这 那这样的话 我这个创建这块 道母结构的话 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在这渲染出来了 放在咱们的页面中 对吧 检查一下 是不是有这段 话 还是一样的 DIV 然后有我们Style Wripper 还有我们的 Pegonition Pegonition 删了 这个更没有Pegonition 所以我在这块 应该把我这个Data Style 再改造一下 不需要分线器的 没有分线器 然后的话 再就是 我这里面也不用做 分线器的一个出耳化了 那就没有这些代码了 不需要分线器 不需要下面几个小点 那这样充电完了 接下来把数据给渲染上去 咱们在这里面的话 是要渲染几个数据 对吧 你这个 首先是这个叫做 什么叫做 眼知人员 OK 我们在写一句话 眼知人员 这样一句话 眼知人员 眼知人员 H3 眼知人员 这是眼知人员 标识 眼知人员的 好 这样一个改一下 眼知人员写死 这块就行了 是吧 眼知 人 原 好吧 在这里面的话 一样你还要进行便利的 无非还是咱们之前的 所谓的这种写法 DIV这个节点 到底应该创建几次呢 对吧 我们在这个话 是要根据我们的 这个长度来的 class 等于一个 swiver 跟slide way 跟for 这个话应该是用的是 咱们这个 费奥姆 银份 点 点哪个属性啊 点哪个属性啊 actors 就是叫actors 这个属性 看一下这个 看一下这个 费奥姆中 actors 是一个数组吧 所以说眼睛员就在这里面 它里面有这个 name 还有这个地址啊 这种图片的地址 OK 我们将来要用这个 所以我们在这儿是 way 刚 爆了的时候 这个应该是我们的data 我换一个 actors in 费奥姆 in 或者叫actors 同样的话 我们需要给它是一个 key值 冒号key 冒号key 大家这个key值 射成什么值比较好的 atom是里面的每一个对象 那这眼睛员员的名字 会重复吗 我会重复 所以你用这个也可以 实际上对于这种 咱们也不会一会儿去添加 一会儿去删除的话 咱们就用所影值 大家说行不行做key值 咱们当时不能用所影值做key值 是因为咱们中途 会把某个节点 从中间给删掉 或者从中间插入一个节点 会导致它的对比的时候 的话呢 老是觉得最后多了 或者最后少了 增加我们的对比难度 在这其实的话 你就生成key值 这个数影值都没问题 然后现在可以生成数影值 年代词 数影值在这块 写出年代词 数影值 这都可以 这都可以 只不过这块还在报 这种错误 为什么呢 因为咱们这个写的 是不是 不规范 是不是 不规范 不规范 写的小颗号 那这样来说的话 我们这个数影值有了 好 接下来在这里面 这里面要选择这张图片 让rmg冒号src等于 是atom 以及是 大家注意 此时这块的话呢 是要便利的 这些东西要便利 n个 位刚 for data 已经在这类似的 咱们之前老写的 但现在 是这个 飞摩 infer 下面的一个 atom 这个数字变利 atom 是里面 每一个对象 atom 这个每一个对象 里面会有这样一个属性 演员的地址 或者就头像的地址 所以我们应该是 点的是这个地址 冒号src 点的是这个地址 然后再就是给它 扩上去之后 保存一下 看这效果怎么样 对不对 挺好啊 这效果 对吧 对吧 挺好 这四张图片 是不是 有问题吗 这个 数据没问题 这四张图片 成功了 确实成功了 而且我们这个滑动 很自由 你看 滑出去 当然我们 是在电脑上 我就不信 你的手机 能拖出去 对不对 两个手 不是啊 你想一想 我们的手 现在 我现在手在这个屏幕上 所以我怎么到这了 完事了就 你的手 难道还能移除屏幕之外吗 难道还能好用吗 接着滑呀 就能到这个程度 是不是 是 对 还没反应过来 是不是 啊对 然后这辈子就不要再停下了啊 然后把这个发表 结给 结给咱们 然后来解决这个问题啊 这辈子就数不能离开屏幕了啊 千万不要离开屏幕啊 离开屏幕算你出啊 这是freestyle的一种方式啊 就是说我们在这块 这种惯性滑的那种风格啊 就在这 这种优化体验的方式而已啊 好 挺好 挺好这个 下面这一块的话呢 哎 名字呢 有啊 名字 好吧 你写吧 下面这块的话 巨胀这一块 巨胀这一块的话 怎么来做呢 对吧 巨胀这一块也一样 咱们再来一个巨胀 同样的复制一下 巨胀 嗯 上 好 同样的可以把这代码再复制一边 只不过这次便利的 就不是这一块的 slider这一块的话 未刚放这个地方的话 咱们应该是 便利是什么呢 这次 嗯 什么东西 这块这个地方应该干什么呢 啦啦啦 我们下面这个使用在哪里 我们找一下啊 那 哪里啊 是不是photo子这里边啊 我记得是 是巨胀 是吧 是这个photo子里边啊 你要不相信自己去查一下啊 就在这一块吧 就一个接口的一个问题 非常photo子 而这里面 大家告诉我现在每一个item 现在是什么了 每一个item是什么了 就这个地址了 是不是 所以不需要在什么点了 直接在这弄出来 就一保存之后 看巨胀 是吧 那在这块的话 就是一个需要居中的一个问题 大家在暗里会发现了 对吧 这个居这儿啊 有点小啊 居这儿有点小 嗯 嗯 嗯 你知道这个高 是不是啊 所以咱们应该是让图片 居 垂直居中 垂直居中 怎么居中 你还记得吧 对 设置我配够好烂 然后还需要设置 第四图类 配够塞 是不是 有点印象 是不是 嗯 配够塞 哇 是不是图片居中的方式的话 是不是 配够塞 然后我配够好烂 就可以了 极限对齐 好了 好 所以在这块的话这样这个哎 他这个好像挺挺大的 因为他这个间距小是不是 嗯 我们这个间距好像挺大的啊 我们给 给把这个间距给他去一下啊 我们这个间距不是调的是 SWIS30 你要去的这个间距的话有间距吗 啊 所以就贴上来就 啊 所以在你这儿可以试这个小一点就是 有间距 间距这一块啊 是啊 对不对 好了 这是这一个啊 就是说在这个块的话 大家也可以 跟他这个一样的啊 咱在这个块的话 他这个是没有一页 显成三个的 对吧 咱们这个是显成三个 你要在这块 我说这个图片太少了 我希望显成两个 但是你要注意啊 你现在改这一个值的话 两个都受到影响 这样就不好了 所以我们如果说 我只希望的话呢 这个受到这一个的影响的话 怎么做呢 我就是我现在就这一个 SWIS30 而我希望的话呢 这就是说明了一个问题吗 这个组件的话呢 在这个一个页面 都被用了两次 但我希望这个组件 表现的行为不一样 靠什么呀 不就是这样吗 我跟这个组件说 你显成两个 我跟这个组件说 你显成三个 这就行了吗 那问题就是 我怎么告诉他呀 这不是 这什么知识点 就是我想问你 这什么知识点 你会发现 我在讲那些东西的时候 我只要是主要一时间 这个笑容可能已经讲完了 我再帮你去找这些知识点呢 找你逝去的青春呢 我告诉我的孩子说 你要显成三个 你听话 你要显成两个 他听话吗 所以这个知识是什么知识 说知识 再往上说一点 负责通信 负责通信的负传子 这就是 属性向下传 他们俩一骨盒的话 就是咱们要讲的东西 对不对 所以你们俩可以 结识编程了 那是很完整的一个流程 这在这一块 其实就告诉我 这个组件说 你将来显示的是 perview 等于一个 你要显示两个 我告诉你 显示三个 上面就是聚照 演证人员 聚照这块 你要显示两个 四个太小 我三个两个不一样吗 你能三个两个 不能四个三个 四个三个 对不对 那这样就完事了 不该我又是固定的吗 不是固定的 这是我自己设置的 一个词者 所以这是副传子 当然说 他听我的话吗 现在我试着玩 都听我的话 那是不听你们的 怎样能听我的话呀 在这个DTL 这个SWIFE组照中 怎么来介绍一下 这个指 用什么属性还记得吗 P-U-P-S 对吧 所以说有些知识点的话呢 对吧 真正你这写项目的时候 你会发现全都能捡起来了 你要当时就没学好 你还是不知道 什么玩意儿的 P-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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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在这里啊 怎么控制呢 是不是在我们multi的时候的话 我这个地方写成2 是写死的 永远就是2了 我这要改成什么就行了 这一次的 一个页中到底写这几个 看是好用不好用 保存之后的话呢 来 看这个结果 一刷新啊 或者自动已经刷新完了 其实 咱们看一下 没好用 没好用 你看没好用 都变成三个了 然后 然后我在这块的话 大家会发现 这两个的话 居然会被覆盖 我有时候刷新的话 再刷新一下 三个 这怎么回事啊 有时候就 哎 有时候就成功了 这怎么回事啊 有时候就两个了 好神奇啊 这是 随机的 这是 我们随机的 我们已经成功了 随机了 还随压呢 还随机 在这个块的话呢 主要的问题是什么 大家可以想一想 我们在newsbifer 你告诉我一下 有几个class里面 叫detail 你自己检查一下 咱们这个主要 被用了几次 对咱们这个项目 用了几次 两次 好 检查一下 你这里面有几个detail 在这个class里面啊 我检查一下 在这个 这个里面 是不是已经有一个了呀 rapper rapper上了这块 是不是啊 这一个对票 它没有标识度了 咱们写一个什么呢 这个 这个aa 它没有标识度了 aa 这个a 我得变 哎 我怎么是 我不能敲 我要敲 我都不知道 我写了几个 我能保存一下 看一下 就在这块 你每次炫一个 就第一个aa 对吧 就第一个aa 对吧 然后在下面这块的话 这还有一个aa 所以在那new的时候 就就蒙圈了 对吧 这class有两个叫aa了 那在这swiver会出问题的 这就相当于 大家在将来 做项目的时候 经常问的一个问题 同一个院院中 用的两次swiver 为什么会相互影响的问题 因为swiver在这块 它是根据 你的这无疑的class class名找到之后 把相关的这段 节点进行出手化 这就会导致一个问题 到底是谁先完事 对不对 两个class名都一样 都对于两个class 都进行一次修改 所以在这会出问题的 这个随意性太大了 你只要能保证 你传进来 这块是一个aa 然后它就出发aa 你传进来这块是个bb 它就出发bb 那这样是可以的 所以在这里的话 这个class名 不是应该我们在这写死的 还是应该在这块的话 你给它提前的话 给它放进去的 放进去的 也就是说在这里的话呢 我们这一个swiver的话呢 我们这样 咱们给它传一个什么呢 名字啊 叫做这个什么呢 swiper name swiper name swiper name 然后在这给它传一下 这个叫什么呢 叫postor 这个叫actors 就是演员 actors 是演员 这一个class 然后在这块的话 再再是给它传一个 我们可以写的 叠条下滑线 这一个 这一块的话 叫做什么呢 photo 然后再就 data gun photo 我什么意思呢 我是希望的话呢 这个 swiper这个组件来说的话 我今天封装好了 我就没必要 去把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我再来 再来创建一个新的组件 那我一定能解决的 但我现在这块 我写死的话呢 会导致两个互相影响 所以我就想一个发 我就不但是传给它 我每一样 要显示几个 我还传了一下 这个swiper 当成这个class的名字 叫什么 一块传给它了 所以这样来说的话呢 在这里面 在这里面的话呢 我就可以把这个名字的话 给它写出来了 这个class叫什么 将来呢 叫这个名字 这个class叫什么 放在这 一样给它传进来 把这个名字的话 也给它传进来 相当于 咱们给这个class的名字呢 也给它设置上去了 设置上去 是动态的设置 这个class的一个名字 靠我们前面的话呢 传过来这个 这个属性值 来控制 我们这个 这个data swiper中 到底叫什么样的 class OK 同样的 你需要来接收一下 这个值 swiper内部这个值 通过你的 复传词的形式 复属性在这里 传一下 完事了 完事了 对不对 那我们将来就 访问这个 swiper内部就可以了 那这块怎么来写呢 这要怎么来写呢 这要怎么来写呢 这要怎么来写呀 快想招啊 把这个地方改成冒号 然后呢 它会把这个当成 ds的地盘了 那对的 就是ds的地盘 我现在在ds的地盘中 直接写成这样的话 就会当成一个变量 就错了 这应该是一个字符块吧 这是一个字符块 然后的话呢 在拼接上 我们这个值达看一下 ds的地盘 冒号class之后 整个后面这代码的话 就把这个引号里面这代码 gs的地盘 而在ds中 你非常清楚的知道 说好 我知道了 这是两个class 每年拼在一块 还得加个空格 这跟咱们之前讲的 原成ds开发中 相当于我在a dr class name 等于一个什么 name也写错了 对吧 等于一个什么 这个swiper 又写错了 swiper-container 对吧 这样一个写法 然后我要你变成两个class 你 然后你不是加上一个空格 是成a 变成这样的 相当于给这个a 这个class 这个标签式的一个class 叫swiper 两个class 一个叫这个class 一个叫这个class 而现在这个是一个变量 无非就是 留着这个空格 你不能把这个风格给删了 你删了这个空格 你要拼接完了之后 大家也知道 就变成一个字符串了 所以一定要留着一个空格 要不在这加空格 要不在这加空格 而现在这个变量 是传过来的一个变量而已 在这一块 把前面这个空格给它留着 把这个变量给它放进去 那最终 保存一下 看一下 DataL组件在渲染的时候 传过来这个 名字 传过来这个名字 我们这个组件 接收到了之后 立即把这个名字的话 也给它渲染到 这个页面上去了 咱们检查一下 这次 这个class名 还是那个固定的 是不是我们传过来的呢 保存试一下 但是此时这个spot 估计会失效 对吧 因为我们new的事 我们没new它 这是招杀鸡 对不对 我们看一下这个spot 至少这个名字传的 对不对 现在叫DataLX这个吗 没有问题吧 是我们传的 下面这个叫什么名 这条photo 我们成功了 接下来就是在new的时候 你变得A了 你叫什么A 你现在是什么呢 你现在这个名字应该是 点R加上什么就行了 C4.R C4.R什么 4.R 我就出实话这个就行了 这样来说的话 点R跟这个后面进行拼接 找到这个class名 在new的时候的话 这样就会对应的 我要第一个传过来是photo 它就是new的.photo 传过来是actors new的就是actors 你看复传子的话 就这样被咱们应用上了 保存之后的话呢 我们最终 成功了吗 有同学说 我想上面写着四个 下面写着三个的 就看你了 你看这样多好呀 复传的多好 穿四个 保存之后 刷新一下 没刷新呀 我们改成四个呢 我是吗 好用了 对吧 完事了 完事了 这个错误的话 是咱们浏览器 自己处罚的一个问题 你要想解决这个错误的话 能解决 如果这个错误会导致 你所有的滚动事件 都不好用 它下一个 甚至成功 那就行了 这个事件的话 是死了会自己的一个问题 好了 所以在这会儿 咱们留着它了 对吧 没有问题 所以在这样来说的话 就相当于 我可以随意的来设置 我这个slapper 到底要渲染几张图片了 这不就完善了吗 是你的效果 发现之后 没有问题 OK 咱们的详细页面 再说到这 大家会发现 我们不是为了讲 详细页面的讲 咱们在这讲的时候 就把之前那些东西 给捡起来 什么复传子的时候 你说什么时候该用 就像这样一个问题 我完全可以做一个 叫DataSlapper1 DataSlapper2 两个组件 我直接写死成 两个class里面 那很明显能解决这个问题 对不对 咱们就用一个组件 你想就用一个组件 怎么还能表现的 行为不一样吗 这不就是你嘱咐你的孩子 说你今天要这样 你今天要这样的 听你话吗 不听话 对不对 所以你要互传子 他要接收这个属性 对不对 所以在这块 咱们是一点点 才把这个坑给踩完了 接收属性 传属性怎么传 包括我们的子属性 子组件 怎么来接收属性 好 这是详细一面 相关的影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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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